2009年23岁的盼盼为第一任丈夫生下了一个儿子 可是他的丈夫却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还为了能和他离婚 不惜伤害自己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 2012年离婚后的盼盼体重飙升到300多斤 26岁的他嫁给了一个比他大19岁的农村大叔 可谁知农村大叔只是把他当作生育工具 一起生活三年后盼盼主动提出离婚 离婚后盼盼又经历了两次婚姻 如今十年过去了 盼盼如今过得怎么样 幸福吗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励志辣妈杨盼盼的故事 杨盼盼1986年出生于安徽农村 他从小就是一胖体质 上初中的时候 不足一米六的他体重在140斤左右 初中毕业以后盼盼没有继续上学 2004年18岁的盼盼外出打工 在工厂做流水线工人 在工厂里他自己谈到了一个男朋友 2008年22岁的盼盼 把男朋友小张带回家里 他向父母表达了自己想要嫁给小张的想法 父母起初并不看好小张 可是最后见女儿 心意已决也只好点头答应了 就在父母答应女儿婚事后不久 盼盼的父亲就因为在地里浇水 不小心触电身亡 父亲的趋势让盼盼非常的悲痛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盼盼和小张才领了结婚证 成为了夫妻 婚后不久盼盼就怀孕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自从盼盼怀孕 丈夫就经常夜不归宿 后来竟然还直接玩起了失踪 就连生产的时候盼盼都联系不到丈夫 儿子出生以后不久 丈夫就回来要和他离婚 他不同意 丈夫就用手狠狠地掐儿子的脖子 盼盼的心死了 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离婚以后的盼盼失望而无助 便疯狂地吃食物来发泄心中的粪满 他的体重开始不受控制的飙升 到2012年的时候 26岁的盼盼体重已经超过300斤了 在母亲的张罗下 他嫁给了一个大他19岁的农村大叔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大叔却只把他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 根本不在乎他的身体是否健康 是否能承受得住 一个劲的让他生孩子 就这样 两个人凑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最终还是以离婚告终了 经过这几次感情的挫折 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虽然吃的不算多 但体重还是飙升到380斤 成为了中国最胖的女人之一 他害怕了 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胖死 他想自己如果出了意外 儿子该怎么办呢 为了儿子 他开始四处求医来减肥 2015年12月 盼盼来到一个减肥中心 进行科学的减肥训练 仅用了三个月 盼盼就成功减掉了150多斤 这一年正值网络自媒体 黄金发展期 盼盼也顺应潮流拿起手机 做起了网络直播 分享自己的减肥故事 在此期间 他还和一个粉丝谈起了恋爱 2017年盼盼成功减重231斤 149斤的他五官变得非常立体 整个人也变得自信漂亮起来 这一年 他和他的粉丝男朋友结婚了 可是结婚以后不久 他的粉丝男友却抛弃了他 选择了不辞而别 盼盼说可能是因为自己瘦下来以后 皮肤变得松弛 腹部腿部和手臂等部位的褶皮 看起来非常吓人 所以丈夫才被他吓跑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上海一家整形医院找到盼盼 要为盼盼做皮肤整形手术 2018年 2019年盼盼经历了两期手术 手术过后盼盼的褶皮终于消失了 2019年年底盼盼再次进入婚姻的殿堂 老公是徐州人 是一个厨师 两个人是经过朋友介绍人时的 自有恋爱 结婚以后盼盼就带着儿子 搬到了徐州生活 来到徐州以后 他跟着老公一起干起了 承包农村大席的工作 2021年4月7号 35岁的盼盼为现任丈夫生育了一对农凤胎 两个小宝宝非常的可爱 可是对于盼盼来说 生孩子坐月子让原本就容易发胖的他 一下子又胖了30多斤 体重一下子就到了180斤 2022年的4月29号 盼盼和老公在徐州开了一家饭店 主要是承接各种高中低档宴席 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 这一次盼盼终于找到了真爱 祝福盼盼生活幸福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啦